但您掌握最新的东南亚动态 不单首相访问泰国 双方签署医疗旅游备忘录 强调在旅游学术能源等合作 共同促进两国的贸易额 增加到1.2亿美元的目标 而以哈冲突9个月后 首批泰国劳工25号恢复出发前往以色列工作 7月底将在有540名劳工出发 泰国政府预计今年再让1万名泰国人 赴以色列工作 另外在意大利本月初首度派遣航空母舰打击群 至印太地区参加军演 被认为剑指中国 军方在官方社群贴出了照片 宣布意大利海军在31号打击群 抵达新加坡港口进行后勤补给 而印尼国军侵略情报局 上个月遭到骇客攻击三次 印尼国军没有证实 但是表示正在调查中 另外印尼国家数据中心上周也遭到骇客攻击 导致机场出入境自动通关服务关闭 旅客大派长龙 而在2024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 新加坡连续第二年蝉联全球奢华生活最贵城市榜首 反映出新加坡持世新以超级富豪进驻 至于台北则是全世界的第13岁城市 以上资讯是由泰国世界日保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